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六月二十四號的公視 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來關心到全臺的用電量 再創新高 尖峰的負載即將突破四千萬千瓦 不過四年多來 電價已經連八次動漲 臺電指出 已經準備好幾套的電價調整方案 就等二十七號審議會審查 各界預期 電價勢必調整 至於外傳 用電大戶的電價 將打破漲幅的天花板 百分之三 一口氣漲到百分之八 臺電就回應表示 目前國際燃料成本是翻倍高漲 漲幅可以酌勤調整 臺電工程人員進入地下管道間修復 電纜線 臺北市信義區中午 發生線路開關跳脫 永吉路虎雲街 一帶共一千零二十一戶停電 不少店家生意受影響 那個電源出問題了 什麼東西壞掉了 他說請我們耐心等待 下午三點多 經臺電搶修 已經全數復電 臺電也公佈二十三號的用電量 間鋒負載續創新高 已經來到了三千九百九十四萬千瓦 備轉容量率依舊亮起了黃燈 數值更低 百分之六點八七 現在臺電除了供電吃緊壓力大 因燃料成本高 經營壓力更大 外傳將反映成本 七月可能漲電價 但只鎖定用電大戶 現在通膨這麼嚴重 收入都沒有增加 以民生為主了 會出走嗎 你要去哪裡啊 台湾幾個倒來 唯一出走 就要來韓語了 二十七號電價審議會將登場 臺電表示已經準備幾個電價調漲方案 包括依電價公司計算 全民調漲上限百分之三 或只漲用電大戶百分之三 而另有一個版本 也是鎖定用電大戶 但漲幅達百分之八 住宅用戶的部分 用電極具鎖定七百度一千度 這兩個極具 以及工業用電大戶 但怕影響內需物價 排除百貨賣場等 對於這些外傳調整方案 臺電並沒有否定 而且強調現在是非常時期 電價漲幅不限百分之三 不過電價執掌用電大戶 不少大老闆有怨言 甚至揚言出走抵制 但臺電表示 臺灣的工業用電 電價全球第六低 住宅電價全球第四低 建議適時反映成本 讓電價回歸市場機制 記者黃略 張子佳 王新中 台報道 電價涵漲渴望在下週一的 電價審議會拍板 經濟部長王美花就坦言 臺灣的電價確實非常非常低 要做合理的反應 環保團體指出 我國能源價格不合理 導致耗能產業難節電 有學者指出 現在工業用電 每度只有二點四元 應該在四到五元才合理 環保團體針對合理電價 二三號上午來到行政院 開記者會 兼回嗆綱卸任的工商協進會 理事長林伯鋒 兩天前提及執掌用電大戶的電價 是懲罰的說辭 受政府處罰 我們就應該出錯了 彰化環保聯盟指出 臺灣電價低 是亞洲第二便宜 燃煤發電攀升 產生空污 卻是人民承受 環境成本外部化 非常不合理 因特別針對耗電產業 像是鋼鐵水泥 半導體等調漲合理電價 這些真愛臺灣的這些企業了 大佬們 你們如果願意調漲電價 歡迎你們留下來 但是如果你們不願意愛臺灣的話 我們都歡迎你們出走了 謝謝 研究空污的中心大學教授 莊秉潔指出 污厄戰爭導致煤炭及天然氣等燃料費 大增 每度發電成本至少四元 而二零二零年工業用電 每度二點四元 還比住宅用電二點六元低 工業電價至少要調漲 至目前的成本價才合理 我建議我們的工業用電 至少要一度四塊到五塊以上 那這個還不連電網的成本 經濟部長王美花澤表示 全球燃料價格在高點 電價要如何調整 要等下週一審議會來決定 但坦言國內電價太低 針對企業揚言出走 莊秉潔教授引述台尼董事長張安平的說法 表示歐洲電價是台灣的四倍以上 如果企業出走 電價可能比台灣高 莊秉潔重申 這一波燃料大漲 賺這麼多錢的企業 若無法回頭保護相對弱勢的民生用電 這種產業完全沒有社會價值 記者裡面 謝祺文王德昕 臺北報導 帶你來關心到天氣 今天和昨天是差不多 各地大致都是晴朗穩定 只有東南部地區 還有恒春半島不定時 會有零星短暫震雨 午後在大臺北中南部地區 還有其他山區會有雷震雨 由於對流發展旺盛 容易會伴水雷擊強盛風等現象 所以中午過後 就要特別留意到天氣的變化 再來看到溫度方面 夜晚到清晨的低溫 是二十五到二十六度 白天各地的高溫都在三十二到三十六度 而且可以看到在大臺北 還有整個中南部地區 以及花東的縱谷 都會有局部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發生出現的機會 像是昨天在高雄市的月梅農場 就測到三十八點五度高溫 今天各地的紫外線預測 也會達到過量到危險的等級 提醒大家要慎防熱傷害 另外今明兩天 夜晚到清晨的時段 金門 馬祖容易有低雲 或局部的霧影響能見度 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而明天到下周四 整個東南部還有恆春半島 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午後各地都要注意到熱對流發展旺盛 更容易有較大雨勢來發生 尤其週六的午後 在中南部地區還有各地山區 還容易會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另外下周四以後 在菲律賓的這個東方海面 不排除有熱帶系統發展 會不會形成颱風 還要持續地在觀察 關西環天氣持續要關注的焦點 是新冠本土疫情逐漸趨緩 昨天新增四點八萬多例 本土個案 還有中重症是四百一十五例 死亡一百六十六例 全臺只有臺中市突破七千例確診 整體的確診數下降 但有專家就警告 到秋冬季節很可能會出現新冠肺炎 還有流感兩病齊發的狀況 指揮中心也表示 今年採購六百一十萬劑流感疫苗 預估十月施打 新冠本土疫情高峰期已過 二十三號週四新增四萬八千兩百八十三例 本土病例 全臺只有臺中市破七千例病例 超過六千例也只有高雄市和新北市 其餘都在五千例以下 而中重症新增四百一十五例 死亡則有一百六十六例 死亡個案中年紀最輕的是兩名三十多歲 男性 分別有慢性肝病及腎病 其中肝病患者有飲酒習慣 發病後 因為肺炎合併呼吸衰竭而死亡 慢性腎病患者則是心肺衰竭 確診兩天後死亡 另外新增一名蕭吼兒童重症個案 為一歲男童沒有慢性病史 快篩養後出現呼吸雜音 就醫診斷為蕭吼合併呼吸窘迫 所幸經過治療後病況已經改善 隨著國內疫情降溫 前副總統 陳建仁表示或許七八月 可以考慮開放邊境 指揮中心也指出 已經根據國際疫情做調整 邊境解封是有可能的 不過有專家提出警告 邊境鬆綁後 即使Omicron 雅型變異株 畢業點四和畢業點五輕型來臺 短期內也不至於造成影響 現在要留意的 反而是流感疫情 今年秋冬很可能新冠和流感病毒 兩並齊發 黃立民提醒 近期 中國廣東 福建等華南地區 已經接連發出流感緊急預警 加上暑假期間兩岸邊境人流增加 流感疫情很快就會入侵臺灣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今年將採購六百 一十萬劑的流感疫苗 預計十月一號起開打 預估將可降低 百分之二十四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入境三家四新智上路 十五號到現在已經超過一週 也陸陸續續有入境者結束三天的檢疫 開始後面四天的自主防疫 只要符合一人一戶快篩陰性 就可以出門上班採買 十七號入境的鄭小姐 在新智上路時就曾打電話回臺 還問過相關細節 但一度連旅館也搞不清楚 大片碧海藍天配上渡輪 洋溢熱帶風情的巴哈馬 是鄭小姐睽違近兩年的首次出國地點 時間正巧碰上指揮中心 把入境旅客檢疫改為三加四 回來機場人潮明顯比前陣子多了些 中央將單週入境人數限制在二點五萬元 尖峰時段機場入境通關 約為二到二點五小時 未來會不會再擴增人數或類別 將會隨時滾動式做調整 鄭小姐下機後完成唾液檢測 獲得入境檢疫憑證 就能夠領行李出關 不過因為她身上出紅疹 一度被懷疑是喉鬥 在檢疫房間中和醫師語音通話 許久才安全出關 跟著人潮排隊搭乘防疫計程車 鄭小姐前腳才剛踏進旅館門 下一秒李幹事便打來確認出診狀況 結束三天檢疫行程的前一天 鄭小姐提出自主防疫地點異動申請 只要地方政府核准通過 第四天符合一人一戶就能一地檢疫 但其實新智三加四剛上路頭幾天 就連旅館和鄭小姐都一度搞不清楚規定 那旅館那邊他們也不是很清楚 就一直說堅持說希望可以定八天 然後打了一九二就說原則上是還是要三加四 然後都要在同一個地點 等到我人到了台灣之後 有一些施行細則就慢慢地出來了 第四天鄭小姐零點準時從旅館離開 後面四天符合一人一戶快篩陰性 就可以外出工作和採買 不過沒有電子圍離或相關限制 是不是人人都能好好遵守規定 指揮中心也將表示會是本週的狀況 再來檢討 記者朱鳳之中建剛綜合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數報》 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台北大巨蛋確定在台北市長柯文哲卸任前 無望開幕 遠雄原本是預計今年六月拿到使用執照 十月試營運 但目前第四次的建造變更卡關 也尚未拿到使用執照 北市府坦言十月試營運確定跳票 已經要求遠雄以年底前 拿到使用執照為目標 接著來看到聯合報導部分 大學個人申請同意分發日前放榜 台大醫學系有兩名缺額 其中一人竟然是自家醫學系的大醫生 一路學測 二階筆試 口試過關斬將正取上榜 最後放棄資格 台大表示重考數學生的權益 無法對這名學生懲處 而證明這個名額將會回流到分科測驗 考試分發入學管道 不會浪費 最後看到自由時報 是台中市公有第二市場知名的 山河滷肉飯 昨天發生一起荒謬的兇殺命案 來自桃園的十名男女在用餐 誤認另一名的這個黃姓男子等五人是朋友 主動打招呼被冷淡回應 又將對方打電話催出朋友來取早餐 人誤以為是在撂人 竟然直接圍毆 揮刀殺死黃姓男子 警方已經逮捕涉案的五人盜案 依殺人罪送辦 海軍一架S軌動C返前直升機 二十二號在左營訓練時 在左營重衰落地 其中機工長劉尚軍的傷勢嚴重 全身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燒燙傷 昨天晚間家屬放棄急救 留最後一口氣送回桃園老家 海軍司令部表示全力協助辦理 因公輔恤和喪禮相關事宜 重衰落地的S軌動C返前直升機 還停在事發地 但已經用帆布蓋上 周圍拉起封鎖線 國軍調查小組二十三後一走 就到場勘查 二十二號下午這一架直升機 在高雄左營海軍反潛航空大隊 基地訓練時 在營區內意外重衰落地 現場一度煙霧迷賣 也被民眾募集救災情況 當時機上四人都受傷 傷勢最重的是機工長 全身有百分之九十五二到三度燒燙傷 二十三號晚間家屬忍痛放棄急救 留最後一口氣送回桃園老家 其餘正副駕駛等三名傷者 狀況相對穩定 國防部也請臺北的燒燙傷心臟科權威 醫師南下協助 表示會全力救治傷者 也成立小組調查事故原因 初步懷疑可能是直升機委懸疑喪失效能 但就是原因還得調查 不過檢視通聯記錄 沒有人提及有機械故障的問題 記者王柔廷 陳顯坤珠鳳之中建綱綜合報導 西北地檢署偵辦警察集體涉談案件 在涉案的九名援警當中 有七人被升壓 最終四人收壓禁見 這起案件是以新北市的警察涉案人數最多 其中三重分局長被擊過兩次 後續也會追究歷任幹部的考監責任 援警涉嫌收賄開立不時罰單 讓吊牌車重新上路 這起警戒涉談彼案 檢方日前展開大動作搜索 涉案的九名援警 訊後有七人遭到神壓 經過新北地院漏夜開庭後 最後裁定四人收壓禁見 另外五人前後獲三到十萬元交報 這個案子在去年就由分級主動來做一辦 那這一次地檢署擴大爭辦 如果有不法該辦的事就要辦 我們絕對不允許貪贓枉法在我們的警察內部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重話要演辦 因為涉談的九名警察 雖然遍及新北桃園及新竹縣 但光在新北就有六名援警涉案 人數最多 市警局也發聲明 只要援警被羈押 立刻停職 等待司法調查後處理 同時寄出陳處 其中現任三重分局長 前任樹林分局長的陳永昌 被寄過兩次 現任三多派出所所長李建立調離非主管職務 板橋新一派出所所長鍾明峰調整職務 後續也將追究歷任幹部的考監責任 這回代辦業者涉嫌以每輛車數萬元的回扣 來行回援警 配合將吊牌便吊銷 車主主要付罰款後 再透過代檢廠包幣通過驗車 就能重新領牌 而這樣的方案手法 也引發討論的道交條例六十六條 是否出現法律漏洞 交通部表示在今年三月 也含示各單位必須等調扣期限結束 再執行吊銷 行政院也在四月底通過相關修法草案 含請立法院審議 而各單位積極不破網 不讓有心人出現可乘之機 記者 郭俊玲 報導 行政院會通過刑法等修正草案 未來獨家只要經過尿檢陽性 一律構成公共危險罪 依照個案情結 如果十年之內再犯導致民眾死亡 最重可處無奇突刑 清潔員執行公務 突然有輛轎車朝他高速衝撞 臺北市的這起事故 警方發現駕駛疑似吸毒上路 一年多前許姓公車司機 行經臺北市內湖 釀成一死一傷 二審法院認定造勢原因 和他案發前三天吸毒有關 判刑五年六月 獨家引發道案問題 行政院二十三號通過刑法等修正草案 明定獨家的違法要件 這次的修法只要獨家 那尿液經過檢驗是有陽性反應的話 我們就修法認定它就構成刑責 探開數據來看 警方取締獨家件數 從一零八年一千四百多件 去年和前年也都超過七百件 但最後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的 只佔不到一成 因為在過去獨家除了要精尿液檢驗 判定陽性 還規定必須導致不能安全駕駛 才構成刑責 但這要如何證明警方坦言 因為舉證困難獨家大多 只有開罰 他的方面的話這個容易這個 受到法院的這個質疑 證願題修法只要獨家尿檢陽性 就構成公共危險罪 最重處三年徒刑 如果置人於四 則可能面臨十年刑期 至於十年內再犯 以個案情結 最重處無期徒刑 但獨家不像酒駕 垂棄就能知道有沒有超標 必須通過驗尿檢測 實務執行其實也有難度 除非警方攔車發現駕駛車內藏毒 可以要求驗尿 正常情況下只以神情恍惚等理由 民眾可以拒絕配合 這回修法不輕易重放獨家 但後續相關配套 也須一併思考 總統蔡英文昨天前往桃園 參加災害防救民安演習 而在演習中是首度加入 暫時情況的災害搶救 確保在戰爭或者是天然災害發生時 能維持民生的正常運作 各式救災車輛迅速抵達 一旁建築物倒塌大量傷患 醫療救護演練 搜救犬以及身穿紅黃綠背心的救護人員 也已經就定位 從指揮到檢商後送分工合作 舉起車頂延伸壁有消防界超跑支撐的美洲豹高效能化學車 獨特探針噴頭射出強力水柱 在火警一開始的時候迅速壓制火勢 防止火勢災害擴大 桃園列油廠是北部地區最大的油品供應地 廠區內有發電廠周邊民眾高達75萬人 一旦發生災害影響非常大 今天選擇在桃鏈場來演練 來提升我們的防護韌度 那這一次的演練 那麼包括了這個暫時的情況 是這次演練最大的特色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要強化中央到地方的統籌能力 以及全民防衛的動員量能 來確保各級政府無論是在暫時或在災時 都能夠發揮功能 這次演習首度由國防部研議 加入暫時的災害強求作為 總統蔡英文親自視察 並強調強化演練落實災防疫室 在日常生活讓臺灣面臨各項挑戰 更具有韌性和應變能力 記者黃沛寒 莊志成 吳家寶 桃園報導 歐盟二十三號正式接受烏克蘭成為候選國 烏國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不過當天巴爾幹六個國家是表示失望 他們以候選國身份等待至今 仍然未能加入歐盟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報喜 該國正式獲得歐盟領袖支持成為候選國 在二十三號與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 歐盟峰會之前 各界就預料到將會有這個結果 不過目前處於戰爭中的烏克蘭人看法不一 歐盟異常快速團結地讓烏克蘭踏上加入歐盟的路 讓這個陷入困境的國家得以進一步擺脫惡 歐盟異常快速團結地讓烏克蘭踏上加入歐盟的路 俄羅斯的影響跟西方更緊密結合在一起 緊鄰烏克蘭西南方的東歐小國 摩爾多瓦也被接受成為候選國 該國在俄烏戰時開打後沒多久 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關閉領空就怕被波及 三月初向歐盟提出加入申請 然而當天已經擁有候選資格多年的 巴爾幹六個國家 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科索沃 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塞爾維亞 卻未能加入歐盟 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在抵達布魯塞爾時 並表示 烏克蘭人對獲得候選國地位別高興太早 因為入歐整個程序要花很長的時間 加入歐盟必須改革 政府必須穩定民主尊重人權 實施自由市場經濟 做到符合歐盟各領域 包括政治經濟司法等的規範要求 而之通常需要數年以上的時間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金磚五國領導人二十三號 以視訊進行第十四次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表視訊演說 聚焦俄無戰後金磚五國合作關係 與對抗西方體系 俄羅斯總統普廷的發言則強調 全球經濟發生危機 是部分的西方國家考量不周的自私行動 金磚五國領導人二十三號以視訊 進行第十四次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據此表示金磚國家作為重要新興市場 與發展中大國 要發出公平正義的聲音 推動國際社會 践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金磚國家包括中俄印度巴西南非 中國是今年主席國 俄羅斯自從二月二十四號出兵攻打 烏克蘭遭到歐美祭出空前制裁 俄國總統普廷被迫尋找新市場 與加強和非洲亞洲國家的關係 普廷發言強調全球經濟 之所以發展出這場危機 歸咎於部分國家考量不周的自私行動 相較於俄羅斯和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批評 南非總統拉馬佛沙的談話 焦點放在解決國內貧困 疫苗取得以及跨國貿易投資等問題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則表示 對於金莊五國進一步經濟一體化 抱持開放態度 印度總理莫迪 則必談敏感話題 著重在論壇本身 希望金莊五國 能激發新創企業間的交流 公視新聞正委人專綱編譯 阿富汗發生規模六點一強症至少造成一千人死亡 超過一千五百人受傷 還有許多的民眾是被困在瓦力堆當中 聯合國已經和多個國際組織進入災區救援 小貨車被壓在斷源殘壁下 一旁的居民在倒塌的房屋上 徒生努力搬開瓦力 阿富汗二十二號發生規模六點一的強烈地震 鎮央所在的帕克地卡省 地震深度僅有十公里造成慘重災情 目前還有許多民眾受困在瓦力堆下 估計死傷人數還會繼續攀升 有災民一夜之間失去十九位家人 臉上表情很茫然空洞 總和外媒報導 這個地震影響到五個地區 多數都是農村跟偏遠地區 房屋都是泥磚建築 因為房屋簡陋 一碰上地震就坍塌 加上過去兩天還不斷下雨 刮起強風嚴重影響救援 二十二號這場阿富汗 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地震 因為原本就受到國際制裁 存在經濟跟糧食危機 加上基礎建設 道路跟通訊塔都遭到地震破壞 無力救援災民 迫使塔利班政府正式向國際社會求助 聯合國跟國際救援組織 已經組織向災區運送約十頓 基本醫療用品 跟二十個醫療團隊 以及糧食跟緊急避難設施 進入當地救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政府已經聯絡在阿富汗活動 由華府支援的人道團體提供必要的協助 南河二十三號表示將提供一百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 而聯合國駐阿富汗特使表示 目前聯合國在阿富汗無法提供搜索跟救援人力 唯有土耳其能夠提供救援 已經跟土國大使館溝通 協助救援 坤仁謙 陳頌 中國又再次暫停我國的水產品輸入 中國海關總署表示 在洞足夾餘的包裝樣品上 驗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 因此從其日起暫停宜蘭東河水產的產品 申報一週 業者回應還在調查中 至於食藥署則說明 目前只有中國採取這種檢驗規定 建議業者要強化自主管理 工廠鐵門上貼著公告 因應疫情 入場人員要配合量體溫戴口罩 位於宜蘭五節的東河食品公司 落實防疫 不過二十三號 卻被中國海關總署點名 洞足夾餘包裝樣本 驗出新冠陽性 公司表示 還在進行內部調查 十號中方發布基隆 北都公司白帶魚外包裝驗出新冠陽性 不到半個月再發生第二起 兩家都是台灣水產工業同業工會會員 北上參加食品展的秘書長強調 產品出口前一定會檢查 車輛貨櫃都會清銷 過去曾有產品遭客訴貨櫃內部髒亂 業者後來先在關櫃前拍照存證 但病毒比較難以比照辦理 有一些會員已經比較敏感到說 這個事情可能會連續性的發展 所以大家也會在他的產品要出口的時候 會多做一道的那個清銷的一個動作 石藥署表示 台灣也有針對外包裝檢驗 新冠病毒反應 但即使驗出陽性 還要進一步分離出活病毒 才會要求銷毀或退運 中國目前獨步全球的做法 業者也只能加強管理 對此農委會重申 尚未發現病毒透過水產品 傳染人的實力 希望中國提完整的科學證據 陸委會也指出 中國檢驗包裝的做法 已經引起很多國家關注 我方仍希望對岸提科學證據 不過至今仍在等待 對方回應 記者 林靜倫 林靜梅 謝祺文 宜蘭台北報導 國際航空評比機構 在日前公布最新全球最佳百大機場排名 台灣機場從之前的三十七名下滑到六十七名 大幅落後日本韓國還有香港 交通部就表示這個評比機構 是以外籍旅客的入境填寫問卷 來作為調查 研判是去年疫情期間 旅客流失 導致樣本數不足 不過仍然會就評比的結果 來檢討改善 旅客拉著行李在報導櫃台辦理手續 隨著邊境逐漸鬆綁 入出境旅客慢慢回流 不過有旅客從國外飛回桃園機場時 遇到了服務不佳的負面感受 進來的時候那個唾液的那個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蠻不好的 那我們真的就是要吐嘛 所以也沒有戴口罩 就這樣拿下來這樣 他就說 口罩戴錢 這兩年來的這個入出境都限制非常多 所以根本沒什麼人 但是反而在入境的時候拖的時間很長 我們都不錯啦 還可以啦 中上啦 中上喔 也有旅客給桃園機場鼓勵 覺得整體水準還有中上等級 不過根據國際航空評比機構 日前公布的世界百大機場排名 桃園機場從去年的第三十七名 滑落到今年的第六十七名 反觀鄰近的日本 東京羽田 東京成田 大阪關西 三個機場都在前十名以內 而第一名則是卡達德哈馬德機場 連續兩年拿下全球最佳機場 對於桃園機排名一口氣下滑三十名 航空專家分析 因為入境旅客人數也是評比項目之一 疫情期間我國管制邊境相對嚴格 加上過去桃園機場硬體發展 也一直落後鄰近的新加坡與日韓 短時間內還無法追上 我們現在還是傳統的做法 但是你像現在新加坡在這方面的 這個應用科技的這個機場的這個設施來講 我們跟周邊的可能還沒有比得上 還沒有跟上 現在的這些評比 我們當然就他評比也部分會做一些檢討 但是我們整個的服務也不打折 那現在主要還是在於這個整個這個 旅客量不夠的這個樣本的問題 機場公司回應 我國因嚴管邊境 去年機場出入境旅客僅有九十點九萬人次 加上檢疫流程管制嚴格 也直接影響旅客的滿意度 儘管疫情重創桃園機場營運 但會持續進行設備優化 包括行李輸送系統 跑道鋪面 全部空橋汰換 都會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記者綜合報導 香港知名海上餐廳珍寶海鮮坊 近日沉默 高雄也有過相同形式的海上餐廳 就是在西苑兩千年開業的海上皇宮餐廳 當年是號稱花費八億打造 卻在開業不到一年後倒閉 法拍沒人接手 也讓船隻是停泊在高雄港二十一年 最大的債主高雄港務分公司 考量到船隻長年治港影響安全 願意承接 將在取得拍定證明 及點交後委外拆除 裝潢氣派輝煌 這是西元兩千年五月 在高雄港開幕的海上皇宮餐廳 這間餐廳有兩艘名為海上皇宮海上浴廚 的平台船搭建 是臺灣首座持有合法經營執照的海上餐廳 開幕時不少民眾朝聖 營業不到一年碰上經營糾紛等內部問題 隔年三月倒閉 兩艘船都被扣押 也長期滯留高雄港 倒閉至今二十一年 本來風光的海上皇宮餐廳 船隻大門斑駁 為了滿是鐵鏽 破敗不堪 攀起海上皇宮當地居民還有印象 餐廳倒閉後 高雄港的管理單位 以及這間餐廳最大債權人高雄港務分公司 考量船體破敗 影響港區安全跟形象 加上高雄地院今年六月第二次拍賣 還是無人買 決定承接 高雄港務分公司表示海上皇宮餐廳 共欠他們三千多萬元 兩艘船扣除後的剩餘債權 會再跟律師研議如何處理 不過船隻點交後就會委外拆除 宣告海上皇宮將走入歷史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 號稱全新北市最大的台茂一城都庚建案 有住戶出面控訴 陷入遠航掏空遺雲的張剛維 多次代表漢陽地產現身都庚會議 新北市府都庚處則表示 截至目前都還沒收到事業計畫書 會尊重社區的決定 未來收案後會依法審核 住戶們意見不合 吵得不可開交 會有這麼多的旗艦全是因為他們的住家 中和台茂一城 總面積為兩萬平方公尺 屋齡約三十六年 戶數約為四百六十戶 是全新北最大的都庚案 但現在卻有住戶出面質疑 前遠航董事長張剛維 多次代表漢陽地產出席都庚會議 還以一張二零二七年底到期的五億元 文具行本票當保證金企圖蒙騙住戶 你如果沒有資金的困難 你為什麼不開自己的支票也可以 最少也比開那個文具店的本票好 這次最大的爭議就是我們的管委會 他在五月十四號評選完畢之後 五月十五號第二天 他就公告了是漢陽地產 這與我們的評選規定不符 台貿易城是在今年三月對外公開徵求都庚實施者 五月十四號評選當天 漢陽地產 漢堡建設到場簡報 以官委會主委戴國鴻為主的都庚推動小組 八比三投票選出漢陽地產 有住戶認為張剛維是漢陽地產及華府建設大股東 華府建設又曾爆發財務危機 憂心將避剩的心血交給財務狀況 有問題的公司恐血本無歸 新北市府都庚處表示 截至目前還沒有收到事業計畫書 此案也還沒有進入都庚審議程序 市府不會介入社區與實施者的協議 一切尊重社區的決定 未來收案後會依法審核 臺灣登山加呂中翰在五月上旬 以無仰的方式登上位於尼印度和尼泊爾 邊界的世界第三高峰 甘城張家峰成為臺灣登山史上第一人 呂中翰表示攻上甘城張家峰後是怎麼下山 只剩下片段的記憶 直到和朋友擁抱才有活在這世上的感覺 無仰攻上海拔八千五百八十六公尺 世界第三高峰甘城張家峰已是一個多月前的事 但呂中翰被凍傷的六根手指頭 還有三根用紗布包覆等肉慢慢長出來 付出比去年更嚴重的凍傷代價 呂中翰現在本該在國外繼續攻頂 只能在臺灣繼續休養 而回想此行下山時出現斷片 一度分不清是生還是死 他說是最恐怖的一次經驗 離自己發起前進十四峰的大夢計畫 已經成功無仰攀登完成七頂峰 不過呂中翰說此行打破自己對無仰認知的極限 未來沒有一定要無仰攻頂 反正先養好傷 二零二三年春季朝第八座頂峰邁進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臺北報導 幽人神谷推出年度大座轉山 將會在今年九月進行世界首演 其中有幾個場次還要挑戰運用5G技術 讓觀眾在同一個地點就可以同時欣賞到 在戲劇院還有新北市金瓜石的遠距異地演出 把西藏神聖的轉山儀式化為粵舞演出的創作型態 又任神谷推出年度大座轉山 轉山的演出除了既有的擊鼓和肢體舞動之外 還加入不少的戲劇元素 更挑戰要利用5G科技 在同一個地點展現出國家戲劇院 還有新北市金瓜石 抑制公園本山礦場的即時異地演出 這麼的落地的一件事情 我其實一時之間好像有點難把它跟 優人神谷過去給我們那樣子 比較出世的那樣子的感覺 能夠連結在一起 這次的創作是配合文化部 推動藝術和5G科技的跨領域應用 希望冰冷的科技和溫暖的藝術結合 可以開創出藝文發展的新模式 臺南美術館將在六月底舉辦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 因為主題很獨特 因此備受外界關注 尤其展區的殭屍照片曝光 更是引發熱烈討論 但這也同時帶來兩極化的民眾意見 對此南美館也做出回應 會尊重民眾看法 臺南美術館的臉書上一張一張曝光的殭屍照片 未眼先轟動 不過照片公開之後 也引來民眾上網反應 南美館不應該辦這種展覽 引發民眾的正反意見 事實上這個曝光的殭屍照片 只是展覽的其中一部分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 二零一八年由法國的凱布朗利博物館 所策劃展出這次借展到台南美術館 卻引發爭議 就連南美館的服務人員 也一直接到反應電話 所以說他們本身在世界已經辦了好幾場的展覽 一方面藝術的就給藝術吧 文化的就給文化 那這就是一個多元社會的一個體現 連台南市長黃偉澤都出來喊話 藝術性完勝驚嚇感 展覽要看的才知道 台南美術館的廣方進一步表示 目前這個特展 台灣是第二站 還特別加入台灣的傳說元素 未來展覽如果能夠到其他的國家展出 也能夠讓台灣的傳說讓世界看見 記者我們正恆 台南報導 英國一位藝術家在住家周圍裝了上百個隱藏攝影機 捕捉鄉間的野生動物動態 並且把這影像透過網路直播放送到全世界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一個貓頭鷹家族的生活 許多觀眾說一看就上癮 剛出生不久的貓頭鷹寶寶 依偽著母親撒嬌 住在英國約克郡的藝術家富樂 透過網路直播 將住家附近骨藏貓頭鷹一家人的生活點滴 傳送到世界各地 每天吸引兩萬人上網收看 富樂三年前在住家附近裝設了上百具隱藏攝影機 專門捕捉野生動物的樣貌 這些動物直播畫面在疫情封城期間特別受歡迎 這隻貓頭鷹寶寶第一次聽到打雷聲 害怕的後退好幾步 瞪著黑溜溜大眼張望的可愛模樣 就吸引兩百四十萬人次的點閱率 影迷來自美國 南韓 荷蘭等地 富樂在YouTube的動物頻道 目前已經累積五十萬訂戶 他表示他的觀眾就像看肥皂劇一樣欲罢不能 而且還有個好處是不必等下一集推出 全天後二十四小時都可以收看最新的即時畫面 公視新聞 鄭惠敏篇一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 預報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關心卡 關心 續 brain 節訴 明天第一集 門อBACK 文靠 氊 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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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